從成本局黑衣人之亂延燒 更爆出有名帶施壓 台北市警察局長陳家昌 二十九日晚間再上火線說明 案件發生第一時間 為何原警不但沒逮捕黑衣人 甚至還上演大和解 引發包庇質疑 當時還是松山分局長林志成 兩次召開記者會 不只說詞都不攏 監視器畫面被所長刪除 也被認為是受到上級指示 北市警局被訂的滿頭包 警政署長陳嘉欽震怒表示 已經親自約談陳家昌 要求交出手機還原並調閱通聯 必要時得接受測謊 杜絕一測 我跟分局長絕對沒有接受到 任何的壓力或者是關收 或者是長官的交代 完全沒有 願意把我們的手機交給 這個地點署 讓他去做手機的監視 如果說查案子的需要 要對我們測訪 我也願意 再次重申 沒人關說施壓 除了配合檢方調查 也會請示公開九十六秒 關鍵影像 就判能夠執嫌 三類新聞 鄭祥人 張正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